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关税大限已经近在眼前了 川普加不加税 不仅中共的神经紧绷 整个世界都在张大眼睛关注着 中共商务部12月12日表示 双方的经贸团队一直在保持着密切沟通 那今早川普推文表示 非常接近跟中方达成一笔大交易 他们想要 我们也想要 多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 川普今天将会跟他的高级贸易顾问团队进行会面 商讨是不是如期加税 而在美国的官员当中 对这个问题有着一定的分歧 那么川普最终会怎么决定呢 中共商务部的说法跟美方存在着不同 《华尔街日报》报道 截止到12月6日 双方首席谈判代表莱特希泽 和中共副总理刘鹤已经有10天没有交流了 在关税大限到来之前 双方不同的说法似乎让外界看到 美中的谈判实质进展并不大 没有什么协议出炉 《华尔街日报》说 目前双方主要分歧点 就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取消关税 美方要求中方承诺购买更多 两年内采购400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但北京方面不愿意接受 更不想承诺强调要符合事实 同时中方还试图让美国取消现有的关税 并推迟加征新的关税 而美国则坚持保留一部分关税 作为执行机制的一部分 谈判没有进展 那面临就是是不是如期加税这个问题 在今天的会议当中 除了莱特希泽之外 财政部长马努钦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还有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都会参加 另外川普的女婿库什纳 最近也有所参与 试图帮助美中双方达成贸易协议 消息人士认为 应该双方每个人都会充分发表意见 但最终如何决定 还是由川普依锤定音 马努钦·库德洛自始至终都是温和派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鸽派 他们不主张施加关税 这两位都主张以谈判 解决矛盾的化解纷争 但库德洛前天表示 关税仍然摆在谈判桌上 总统已经表示了 对谈判中剩余短期问题不满意的话 他就会加征关税 纳瓦罗一直是立场强硬 他支持继续征收关税 他在本周的备忘录章中表示 中方最近采购美国的大豆和猪肉 主要是因为中国爆发了非洲猪瘟的疫情 并不是真的向美国示好 也不是想打成贸易协议 他表示 不管是不是加征关税 美国都是处在很棒的位置 被川普称为最好的谈判人选 也是最为倚重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更是著名的鹰派人物 他希望能够听到不加征关税的更充足的理由 商务部长罗斯前天对福克斯表示 不管是12月15号之前还是之后达成协议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 他说美国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困境 每拖一天对美方谈判都更有利 而库什纳在9号曾经表示 谈判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至于是不是加税 他表示不知道总统做出什么决定 那么川普究竟会不会加税呢 有学者分析表示 川普如今正面临着总统连任竞选 他对美国的经济关注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就是说川普可能要更多考虑 美国的经济和选民的感受 那么贸易战对美国的经济影响究竟怎么样呢 纳瓦罗认为 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和股市 并没有产生负面影响 过去的一年半 没有发生像评论所说的毁灭性的影响 而且很多经济师也都不同意这种观点 有一名了解美国政府想法的人士表示 最近在一少部分高官之间来往的电邮当中认为 前几轮施加的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不大 12月6号 美国劳工部公布了一份就业报告 11月份美国全国增加了26万6千个工作岗位 这仅次于今年1月份31.2万的增长速度 统计数字显示 美国整体失业率已经下降了3.5% 这是1969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 美国雇员的工资也都有所提高 比去年同期平均增长了3.1% 这份报告驱散了前段时间笼罩在华尔街上空的阴云 使全球的投资者很快恢复了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密歇根大学6号也发布了一项消费者信心调查 数据显示普通美国人对经济前景的看法 在12月份已经得到了显著改善 人们的信心增强 赶恩节购物就是一种直观反应 全美零售商联合会经过调查统计 从11月28日赶恩节到12月2日的网络星期一 5天购物假期当中 在实体店和网络购物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 今年购物的人数接近了1亿8900万人 而去年是1亿6500万 就是说今年比去年增加了大约14%的人口 平均购物的水平是361.9美元 这也比去年有所增长 去年是313.26美元 增幅达到了16% 值得一提的是 在人均这个消费总额当中 其中有257.33美元 绝大部分是用在了购买礼物 那从人们采购商品来看 贸易战似乎对美国物价的影响并不大 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大 那没有了对美国经济的担心 美方会不会加税呢 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史坚道认为 最可能的情况还是推迟 就是把12月15号的关税推迟90天 但是消息人士估计 美方可能会在15号提升关税 川普政府正在准备如何传达 他说这将不会是痛苦的 华府智库国家利益中心高级研究员惠顿 昨天在福克斯电视网络撰稳 他向川普发出呼吁 随着提高关税的日期临近 总统川普应该坚持他的直觉 他不需要达成协议 这位小布什时期的国务院官员指出 中共多次反悔并做出虚假让步 北京正在试图通过虚假让步 将时光倒流回贸易战之前 他说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 中共不保护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 北京也违法了许多类似的承诺 惠顿强调 美国不需要与中共达成贸易协议 不应当在这个时期停手 那将会给中共政府提供续命的机会 那么川普会怎么决定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